101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交班途中可以询问乘客目的地是否与自己交班同方向 以确定是否载客不耽误交班 这个是错误的 虽然咱们在实际打车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是不符合规定的 这种是聚载 OK错误的 102乘客上下出租汽车时驾驶员应引导乘客由右侧上下车 10312周岁以下或者是1.4名以下儿童不宜坐在副驾驶位 OK这个家里有孩子的要注意一下 因为孩子坐在副驾驶不安全 104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和良好的睡眠质量是预防驾驶员疲劳驾驶的有效措施 105行车中遇到车流缓慢或者周边车辆有不文明驾驶行为的 驾驶员应做好自我控制避免产生极道愤怒情绪影响运营安全 106驾驶出租汽车通过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发现栏杆下降时要加速通过 很明显是错误的栏杆下降的时候火车要来了 107出租汽车驾驶员在城乡结合部行驶时 只要具备了较高的驾驶技能就能避免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这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不是说你有较高的驾驶技能就能避的 还看别人 你不撞别人 还得防止别人不撞你 108出租汽车驾驶员连续运营达到4小时后必须休息至少10分钟 这是错的应该是至少休息20分钟 109疲劳驾驶对驾驶员安全行车的影响和酒后驾驶同样严重甚至更为严重 110跟车行驶时 跟车要预见前车随时可能转向减速或者紧急制动 能够提前采取措施以确保安全 111驾驶出租汽车通过弯道时可以加速超车 是不能弯道超车的 所以凑 112驾驶出租汽车变更车道前要仔细观察道路两侧和后方道路交通情况 充分考虑各种危险因素选择便道时机 113汇车过程中对方车辆的车型车速装载和行驶状况都会影响汇车安全 114汇车时如果违法占用对象车道很容易造成刮擦或者碰撞事故 115出租汽车驾驶员除了要求掌握基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外 还要提高收发意识尊重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 文明驾驶这个当然是正确 116汇车时要注意对面车辆后方的行人车辆深处 以防其突然横穿带来危险 117在图中所示条件下行驶时事先不良 视觉反应能力较低会影响安全行车 118驾驶出租汽车在弯道桥梁隧道可以根据情况掉头 这是错的 是不能掉头的 119驾驶出租汽车掉头时应尽量选择交通流量小 道路较快能依次完成掉头的路段进行 120驾驶车辆准备超车时发现前方车辆正在进行多转弯掉头超车 要提前加速超车错误 那就不能超车 121出车前检视车辆后视镜主要是看其是否完好角度是否调整得到 122驾驶车辆在图中所示的山区下长坡路段行驶 这里有个牌子危险下长坡 隧道群防止刹车失灵 他说在这里行驶 如果速度过快 可能引发车辆追尾碰撞测翻等事故 123驾驶出租汽车在城乡结合部通过路口时要减速离让 提防危险情况 124驾驶出租汽车在隧道行驶时 眼睛的明暗适应过程不会影响行车安全 错误 这是非常影响行车安全 125驾驶出租汽车通过阳尘路段时要低速慢行 必要时可以开启车灯 明喇叭失忆 正确 126灯光喇叭依表 是否正常有效是车辆安全检视的重要内容 正确 127音响 机架机票据打印 空车带租标志完好有效 是出租汽车安全检视的重要内容 这个是错误 音响跟安全没有关系 这个机架器跟安全没有关系 空车带租标志跟安全也没有关系 128-4油箱及油箱盖 主要是看其是否完好 有无神漏 129行车中跟车距离过近 或者后车行驶速度过快等原因造成追尾事故 130 启动发动机前应检查机油油面高度 是否在机油池刻线之间 机油是否侧进行物杂质 131 在人车路环境的因素中 驾驶员是导致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 132 驾驶员驾驶车辆时保持心情舒畅 平心静气 有助于安全行车 133 出租汽车驾驶员只要提高 什么人认识 就可以防止事故发生 这个当然是错误的 134 驾驶员克服和控制急躁愤怒等消极情绪 有助于减少行车中道路交通事故 135 小李为人热情 驾驶出租汽车过程中 发现其他质量制动灯不亮 车门没关好的现象是经常开窗 会有失忆 说明小李具有娇强的安全行车意识 先管好自己 专心开车 所以这是错误 136 驾驶员情感包括道德感 理智感和美感 对交通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 137 驾驶员的个性心理特征 对安全行车没有影响 当然错误 138 驾驶员行车中的包容礼杖 有助于提高道路运输安全 当然正确 139 驾驶出租汽车遇到意外 车辆有包扎隐患时 要冷静应对及时组织乘客 强救贵重物品 当然错误 生命要紧 140 驾驶员的心理素质 是安全行车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141 车辆因轮胎漏气 驶离行车道时 驾驶员不要采用紧急制动 以免造成翻车 或者造成后车追 142 发动机起火时 驾驶员应迅速熄火 打开发动机罩 进行灭火 这个需要注意 他说的熄火是熄的什么 熄的汽车发动机的火 就是把发动机关掉 但是打开发动机罩 这是错误的 打开发动机罩 就相当于增加了氧气 143 在制动距离内 要发生不可避免的碰撞时 驾驶员可采取 急转向 这种躲避的方式 这是错误的 如果是速度比较快的话 急转向就可能翻车 144 预计情况避险时 驾驶员可不受有关条例 和各项管理措施的限制 OK 这里说的是紧急情况避险 145 行车中发动机突然熄火 不能启动时 驾驶员应打开危险暴警闪光灯 原地立即停车 这个是错误的 其实发动机突然熄火 但是还是有惯性的 可以 用惯性 把车挪到安全的地方 不能原地立即停车 尤其是在高速上 146 车辆高速行驶运转 突然失控 驾驶员应使用紧急制动 尽快将车停下 防止事故发生 高速的时候 避免使用紧急制动 这是错误 147 车辆发生测滑时 驾驶员应立即松抬 制动踏板 并迅速向测滑的相反方向 转动转向盘 修正方向后 继续行驶 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这里说的是后轮发生测滑 后轮发生测滑是相同方向 148 车辆制动时 车轮暴死 会使转向失灵 这是正确的 车轮暴死 转向就不好使 149 下坡制动突然失效之后 驾驶员可视情况 向低速挡强挡 利用发动机的制动作用 控制车速 这是正确的 就是发动机制动 150 出现险境时 驾驶员应头脑清醒 情绪镇定 是做好避险的先决条件 151 车速较高时 遇到紧急情况 驾驶员应采取紧急制动 急转方向 逼让一减少 碰撞的损坏程度 车速较高的时候 一定不要急转方向 所以这是错误 152 因转向或擦撞 引起车辆策划时 驾驶员应立即踩 制动踏板减速 并迅速向策划的地方 转动转向板 这题错误 错在哪呢 他说踩制动踏板 本身已经策划了 再踩制动踏板 只会使策划更严重 应该是松抬 加速踏板 153 车辆行驶中发现轮胎漏气时 驾驶员应沃纹转向板 缓慢制动减速 停高在路边安全地点 正确 154 车辆因故障 车辆行驶的前提下 驾驶员可在行车道 缓慢停车 这是错误 靠边停车 不是行车道 155 制动突然失灵时 驾驶员要握稳方向板 立即松开加速踏板 并尽可能利用转向 避让障碍物 这个是正确 156 下坡路 车辆制动突然失效时 驾驶员最好利用 道边专设的紧急停车道 停车 157题 夜间汇车时 当具对象来车 100米以外时 即时改用静光灯 这是错误的 应该是150米以外 158题 在积雪路面行车的时候 驾驶员要加大行车距离 不要轻易超车 急转弯 但可以紧急制动 这也是错误的 紧急制动也是不要的 159 出租机车驾驶员 在高速公路行车 如遇到前方骑车排队 在乘客要求的前提下 可以在紧急停车道上行驶 这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在紧急停车道上行驶 160 炎热天气 行车要注意防止发动机过热 一般要求不超过100度 错误 这是一般要不超过90度 161 雨天驾驶 不可抢道 不可紧急行人 避免泥水 见无行人 正确 162 行车过程中 通过急弯 应减速慢行 不得在弯道超车 遇到事先不良的弯道 应提前鸣喇叭 靠右行驶 当然是正确 163题 在高速公路上行车 如车辆发生故障 需要临时停车 应将车 停滞应急事套 并立即在车后方150米外 放置警告标志 OK 这是高速150 所以是正确 164 在冰雪道路上行车时 由于积雪对光线的反射 亦造成驾驶员目眩 正确 165 在冰雪道路上行车 车辆的附着力变大 一发生车轮空转 或者溜滑 这是错 是车轮的附着力变小 166 夜间行车 驾驶员四距变短 注意力高度集中 亦产生疲劳 OK 这是正确 167 雾天驾驶 要打开雾灯 远光灯 降低车速 保持较大的跟车距离 这个是错误的 为啥呢 不是远光灯 而是近光灯 168 驾驶出租汽车 遇紧急情况 应采用恰当的避险措施 说的是恰当 例如 不应进入逆向车道行驶 不应闯空等等 如果采取措施不当 会扩大损失 会是损失扩大 这是正确的 169 驾驶出租汽车 行驶途中 由于油路或电路故障 容易导致发动机突然熄火 正确 170 驾驶出租汽车 遇到紧急情况时 应急时减速 急转转向 这个错误的 急时减速是对的 但是急转转向 这个是不对 171 驾驶出租汽车 遇紧急情况时 避险要先考虑人的安全 先人后物 这是 172 驾驶出租汽车 行驶中 制动突然失效 使用驻车制动 辅助制动时 可将操作杆一次拉紧 这个一次拉紧 就容易发生侧滑 甚至是翻车了 所以是错误的 173 驾驶出租汽车 行驶中发生爆胎 应向相反方向 急转转向板 或者急踩刹车 制动 这是错误的 第一是爆胎 哪个地方爆胎 第二 爆胎的时候 如果是速度比较快 不能急转转向板 或者是急踩刹车 174 驾驶出租汽车 在途中所示的 雾天行驶 应开雾灯 进光灯 失火灯 前后未灯 及危险报警 闪光灯 OK 这是正确的 175 雨天驾驶出租汽车 行驶 轻踩制动 或者缓打转向 容易导致侧滑衰尾 转向失控 这是错误的 轻踩制动 或者缓打转向 倒是不容易 导致侧滑衰尾 176 驾驶出租汽车 行驶中 制动管路破裂 或者制动液 气压不足 会导致制动失效 这是正确的 177 驾驶出租汽车 行驶中 制动突然失效 依次拉紧 驻车制动器 容易将驻车制动盘 爆死 损坏传动机械 丧失制动力 正确 178 高温天气 驾驶出租汽车 行驶 到感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时 要及时停车休息 179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运营过程中 保证以最快速度 到达目的地 比安全无名行车 更重要 这很显然是错误的 180 行车中 要做到集中注意力 仔细观察和提前预防 是驾驶员安全意思的 具体表现 正确 181 驾驶出租汽车 突遇地震时 应沉重冷静 组织乘客 尽快下车 选择空旷地段 蹲下或趴下 以免摔倒 正确 182 散热器内冷却液不足 容易导致发动机过热 正确 183 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因素中 道路和车辆 其决定性作用 这是错误 是人 其决定性作用 184 驾驶员连续驾驶时间过长 或者睡眠不足时 会出现疲劳 正确 185 驾驶室内空气质量 温度 噪音 等等的环境因素 与驾驶员的疲劳 关系不大 错是关系挺大的 186 出租车驾驶员 在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后 若自我感觉良好 可以驾驶车辆运营 当然错误 187 驾驶车辆在无车道分隔线的道路上超车时 可从前车的右侧超越 那咱们说了 不能右侧超车 所以这题是错误的 188 驾驶车辆在泥泞路上制动时 车辆一发生侧滑或甩尾 正确 189 行车中突遇对向车辆 占用本车道强行超车通过变换圆金光灯 破10 OK 你看到破10两个字 就知道这个题 不可能是对的 是错误 190 不同天气气候和道路状况下 出租车驾驶员应当掌握相应的交通特点和安全行车 注意事项防止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191 出租车驾驶员具有单人单车作业 流动性强 分担运营等特点 因此 出租车驾驶员的培训和管理应以自我培训 自我约束为主 以提高运营效率 这个是错误的 不是说运营效率 而是文明行车 文明驾驶 192 出租车驾驶员运营过程中 如发现有其他车辆发出求救信号时 应尽量协助 并迅速拨打救援电话 当然是正确 193 采取暴力劫持手段的歹徒 一般事先都经过认真的预谋策划 作案后果最严重 对驾驶员危害也最大 正确 194 出租车驾驶员只要 谁要怎么怎么样 就能 基本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195 出租车副驾驶座位上 允许儿童乘坐 这是错误的 12岁以下 以及1米4以下的儿童 是不允许坐副驾驶的 196 出租车驾驶员在城外区域 发现乘客有可疑迹象时 要注意路边是否有报警点 派出所或者政府其他相关部门 这是正确 197 出租车驾驶员遇到抢劫犯罪 应临危不惧 胆大欣息 拼尽全力制服罪犯 这个是错误的 先保自己的生命安全 198 乘客到达目的地时 要注意靠边停车 锁住车门再收费 OK 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其实一般情况下 是不用锁住车门再收费的 咱们只能这么解释 至于说 你到了偏僻的地方 乘客下车的时候 感觉动作不太对劲 这时候是锁住车门 多数是咱们不锁车门的 199 在反接斗争中 要准确寻找机会 防止处置过早 矛盾过早计划 正确 200 出租车驾驶员 在预解后 要注意自我保护 在财产和生命安全前面 应当首先考虑财产安全 这很明显 错误